ID固在IRC上面的ID叫PM 所以下次你透過IRC找我 那我等一下會坐在會場的訪問吧 我今天要報告的是 立法院開放資料補助理台7類似共同推薦方案 那在場的各位應該 有很多人都知道開放資料是甚麼 畢竟這是一距離惡松的核心的工作之一 所以我就不多做解釋 那但是我想先從政府的標案開始談及 然後 欸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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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談回一點 啊好 我想先從政府的標案開始談及 那一般政府的標案 如果不是非常專門的廠商 通常會遇到甚麼事情 第一個是 什麼時候有這個標案 我都不知道 然後看到說它已經過期了 好靠 那第二個情況是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會給這家廠商做 就是有去投標的朋友都會 就是經常會有這種傳言 有內定的廠商 就是他提出來的案局沒有規劃比較好 價錢沒有比較低 那為什麼給他做 然後最後去打聽一下發現是他有關係 那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有黑箱的情況的話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得標的廠商 他其實花一些心力去 跟公務人員打好關係就可以得標 他不見得需要真的知道用戶需要什麼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服務真的是 所謂用戶需求吧 如果這個是做給人民使用的網站的話 這個網站最後真的會符合人民的需求嗎 那如果沒有辦法符合人民的需求的話 那我們就只好自立救濟 所以這就是在現場 各位可能都有一些體會的事情 就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好 那這就是一個自立救濟的情況 就是如果做出來的東西不符合我們 我們只好想辦法求生存 好 那我想要講一下立法院開放資料服務平台 這是4月9號公布的公告的一個標案 那他要做的東西就是開放資料服務平台 就是data.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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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開放資料平台 大概就是那些資料開放平台 那這是針對立法院的 那他是限制性招標 但是也有經過公開評審和募開徵求才最有利的 那公告 標案的公告在底下這個網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他專案的目的是要建立開放資料資訊管理機制 這是一個 第一個是開放 外部開放資料管理機制 建立兩個機制 然後第三個 立法院開放資料服務網站平台 然後這就是要提供我們很常見的 用一方格式下載的資料 提供應用程式API 然後自動化導入 議事日程、議事錄和公報這三個資料的來源 所以他基本上是把 鎖在立法院裡面的資料 用開放資料的方式提供出來 那也就是他用開放的形式 開放的格式、開放的授權 給大家使用 那看是什麼樣的廠商接到這個案子 他或許會使用開放緣碼的軟體 去經營這個專案 那他可能就會是一個開放緣碼的專案 好 那這樣夠開放嗎 我覺得不夠 我主張開放應該要從頭開始 如果這個專案 是要把鎖在立法院裡面的資料 拿出來給所有的人一起使用的話 那就讓他這個專案 從第一天的規劃開始 就是給所有用戶一起參與 所以這個專案 應該從規劃到投標的過程裡面 都是在場所有的人參與的 因為距離明天黑客松的成員 幾乎都是開放資料的實作者 所以我想在這邊是最容易找到 用戶的 超實的 超實的 所以這個專案的目標是要 協作服務建議書 然後服務建議書就是投標用的文件 然後會以CC BY的方式釋出 所有人可以一起協作 然後可以一起拿成果去使用 做商業使用也沒問題 然後第三個是徵求勇者投標 但是這個先劃一下線 因為今天早上知道已經有勇者 我等一下會解釋 一般投標的過程 據說是要花三個禮拜 才能夠完成這個投標 那我們現在只有三天 因為這個投標的案子 是4月22號就要開標了 所以我們距離明的速度 就必須在三天之內把它做完 所以這是為什麼叫做 七倍速動能配身方案 因為它必須要比一般的速度快七倍 好 那最後是 既然有人要出來投標 就要有人出來看 所以原本是代表我找團隊來提案 就是如果沒有人要接這個案子的話 那我們只好自己真正來接受 所以我們打算在這邊工商服務真人 但是結果已經有人跳坑了 就是坐在後面 等一下會被我坐在後面的Charles 如果這個專案 這個協作文件做出來的話 還願意跳坑 那我們將只會參與 落草將會參與服務間藝術協作 那最後是 如果已經現場有公司準備要衝了 那歡迎來跟我們私下聊聊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公司 都不是這麼適合這個專案的公司 如果已經有更適合的專案的話 那就 那就 歡迎來聊聊 來 感謝七倍速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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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